其实在海基的现场可以看见清楚的分工 因为在阿美族的社会中 男性以年龄为单位 依序分成不同的年龄阶级 长幼有序 敬老服从是基本的美德和训练 马兰部落举办海基 大家分工仔细 台东马兰阿美族目前分布在14个部落 过去到现在 男性对年龄阶级的要求十分严谨 尤其是风铃季开幕的台季当中 充分展现阿美族伦理 晚辈顺从长辈的美德 在北南西出海口的新冠军 右侧共有银令马兰马兰把不送四个大部落族人扎营 要在海边待三天两夜 这里最大的年龄阶层是伊德卡尔制航队 除了负责部落族人的海边活动之外 也负责检视以及接收年轻阶层在海边所捕捞的鱼货 这些收集的鱼货都要先经过伊德卡尔 这样对的检视后再送到部落的聚会所 给老人阶层享用 这几天山区下雨 吸水流入出海口导致海水混浊 增加负责捕鱼的青年阶级 在捕鱼时的难度 但马兰部落男性表示 即便是天气不好 只要风铃季到来 都会想办法捕捞到鱼 从过去到现在不成中断 介绍卡尔夫亚夫录台东采访报道